好,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一末的氯化钙完全解离 问我,邦邦邦,问了三个问题 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需要知道解离方程式 我刚才给了一个氢氧化钙的解离方程式 我说你把那个氢氧跟换成氯 就变成氯化钙 所以你应该可以知道氯化钙的解离方程式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 氯化钙会解离出几个氯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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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 6號 6號 多少 來,第一個,有幾個鈣離子,幾個氯離子 幾個鈣 一個鈣,幾個氯 兩個氯 你要不要修正一下 他給的是末,可是他問的是幾個 你的一個跟兩個應該是一末跟兩末的意思 所以要修正一下 第二個呢 請坐 有6乘以10的二十三四方的鈣離子 有1.2乘以10的二十四方的氯離子 因為看方程就知道 一個氯化鈣會解除出一個鈣離子,兩個氯離子 一末會解除出一末跟兩末 一末是6乘以10的二十三四方 兩末要乘二 所以變成1.2乘以10的二十四四方 所以答案是6乘以10的二十三四方的鈣離子 1.2乘以10的二十四四方的氯離子 OK,這個要知道解離方程式 然後你就會知道幾個變成幾個 這個是常常會有人問的問題 好,請問你 總電荷數是多少 總電荷數 正一負一啊 正二負二啊 正二負二啊 電荷是多少 這在考什麼 考那個應該要如何 電中性 他在 british them Male's Terny 所以 lines are you 實際上 save natio 男生 33 男生33 不在 33不在 算是 și 換一位 20 ح 28 不在 咱 28 28 28 哪一位? 你不要管末好了,你告訴我幾證幾副就好了 兩證兩副,請坐 沒錯 有,一個鈣離子,一個鈣離子是二證 有兩個綠離子,一個綠離子是一副,兩個就是二副,所以二證二副 因為是一末個,所以就是末,兩末的正電,兩末的副電 這要告訴我,正副電的電量應該會怎樣? 一樣,所以叫電中性 正副離子的總電量一定會相同,我講過這是個重點,一個key word 第三個,那所以它是什麼東西? 有了第二小題,就有第三小題 我說過,電解質水溶液可以是酸性的,可以是中性的,可以是鹼性的 但是一定是什麼?噹噹噹,你就有答案了 好,就有答案了,來,請問可愛大美女 大美女叫7號 7-7 請坐,電中性,它一定是電中性的 不管它是酸性,中性還是鹼性,一定是電中性 剛才講的兩末正嘛,兩末負,二證二副,底調嘛,就一樣就沒有嘛 所以電中性,這是一個重點 正副離子的總電量一定相同,所以容易一定是電中性 這是我們的重點,就是我們一些簡單的小問題 一 一